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日本 日本累計確診突破了150萬人大關 光是在8月份就已經新增了50萬人 可見Delta病毒傳染力有多麼的驚人 被世衛組織列為需要特別留意的 哥倫比亞變種病毒株MU 它同時也是首度入侵日本 而由於這個病毒 可能會讓疫苗通通失效 讓當局非常緊張 1號各家媒體快訊插播 原劇本又出現了新種病毒 這次是被世衛組織列為虛留意的 哥倫比亞變異株MU 據瞭解這兩名女性分別在今年6到7月 從英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入境日本 兩個人都無症狀 但體內帶有病原體 由於MU變異株具有免疫逃脫特性 也就是可能讓疫苗完全失效 讓日本非常緊張 日本疫情狂飆 光是9月1號一天 全國就有71個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創第五波疫情以來新高 而在這一天全國累計確診 也突破了150萬人 Delta的傳染力有多可怕 看看這圖表就知道 疫情爆發以來 日本花了一年又七個月 累計一百萬人確診 但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人 只花了二十六天的時間 驚人威力不容小覷 莫德納污染疫苗風波 如今也有新的進展 後勞選公布調查結果表示 混入疫苗的異物是不鏽鋼碎片 疑似生產線上的金屬零件 出問題導致受影響的疫苗 有五個批次 多達兩百六十三萬劑 目前都停止施打 但原廠解釋 這不鏽鋼是製作人工心臟半膜等衣材的材料 就算進入整體危害風險不高 雖然如此 還是讓日本民眾人心惶惶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我們繼續來關注的是 颶風艾達不久前 才重創美國南部紐澳樑 但沒有想到這豪雨持續發威 在登陸後還影響了紐約 雨量之驚人 這畫面就是在紐約的地鐵站 現在紐約已經發佈了爆紅警報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而這畫面是在 紐約地鐵的階梯已經變成了 一條非常誇張的瀑布 不僅地鐵受害 其實就連道路都已經積水了 讓許多車輛全部泡在水裡面泡水車 根據紐約市長白思豪表示 紐約的食雨量達到了76到100毫米 他說紐約正正經歷一場 歷史性的天后事件 要求民眾遠離道路以及地鐵 同時紐約地區三大機場的航班起降 全部受影響 這次水災造成紐約四人死亡 紐澤西兩人都行死亡 回過頭來看到是中國大陸的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在1號透過視訊會見美國特使柯瑞 王毅就指出美方對大陸所做的重大的戰略錯誤誤判 雙方只有合作才是正確的道路 而柯瑞也表示善意的回應 表達美國願意跟大陸相互尊重 加強溝通 因為中美作為兩個大國 合作 這是我們唯一的正確的選擇 也是國際社會的殷切的期待 目前柯瑞其實仍在天津進行中美氣候變化協商 王毅在會議中就表達中美現在雙邊的領域 以及這個氣候變化等重要的議題上 開展了富有成果的對話合作 美方應該停止打壓大陸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柯瑞則回應 美中合作對於現在急迫的像是氣候挑戰至關重要 美國願意跟大陸相互尊重 好 繼續來聚焦的是 而且美國宣布完成撤離阿富汗任務 而國防部同時也宣布 將大量遺留在現場的軍備武器 包括直升機在內都要摧毀 只不過根據CNN的獨家報導直擊影片 其實除了美軍北約以及前阿富汗政府軍部隊 都在喀布爾機場留下了許多 還來不及被破壞的完整裝備 這段直擊影片一開始就募集了有許多當地的民眾 或是當地的塔利班有許多槍支堆積在地上 而在空地上除了汽車之外還有多架 像是飛機啦直升機啦通通都停在這個空地上 有許多軍用的火炮彈藥等等 顯然美國雖然已經破壞了許多裝備 但依舊還是留下了很多這種武器給塔利班組織 而且數量還不少 好 繼續來關注的是美國撤軍阿富汗引發一連串的問題 其中二十年的成果有如打水漂一般 對此 俄國總統普丁也痛批美國的做法 最後是悲劇收場 死亡核、 Vorteile吻致國 exten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